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克斯马赛大学 更向联合国提出申请 要让花砖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卑物质文化遗产 期盼永久保存 Nami-chan 你知道什么是马约利卡瓷砖吗 什么是马约利卡瓷砖 魔女 不是不是 你想到哪了 不是魔女哟 马约利卡瓷砖 是一种画着 几何图样 花 水果 动物等 色彩丰富 立体的瓷砖 以前的台湾 经常可以看得到哦 来 你看 哇 这些画章不仅漂亮 图样也很多种呢 是吧 在台湾 哪里可以看见呢 好想去看哦 那么请跟我来 我们一起去寻找吧 好呀 一起去吧 哇 啊 我们现在 在哪里啊 有好多花章哟 好有户骨的味道 我们现在 在嘉义的 花砖博物馆哟 啊 每一块花砖 都有不同的特色呢 真不愧是Nami-chan 观察力非常敏锐呢 没错 这里的花砖 都有着不同的意义 首先 让我们先来看看 花砖的历史吧 嗯 花砖 最早源自于欧洲 欧洲称为 维多利亚瓷砖 据说 马约利卡瓷砖 其名来自于中世寂末 由一种西班牙生产的 稀釉淘气 经由地中海 马略卡岛运送 英国制造商嘉义模仿后 取名为 马约利卡瓷砖 并且大量生产 日本因明治为新的西化政策 引进许多英式建筑 仿照英国维多利亚样式的设计 日治时期 台湾的有钱人 向日本定制花砖 运送来台湾装潢房子 因为是日本制的关系 所以称为 和制 马约利卡瓷砖 花砖于1915年 到1935年间 流行于台湾 但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情产 因此 花砖是日治时期 台湾与西方文化融合的重要历史轨迹 也是台日文化交流的印记 在日治时期的台湾 花砖是富贵的象征 也寄托着家庭和乐的愿望 不只是在房子的入口 无粮这类的外观上装饰 就连室内的设计也能看到花砖的使用 很可惜因为开发 花砖的身影逐渐从生活中消失 在台湾的老房子 可以看到将花砖 迁入家具及楼梯的设计 在传统社会的台湾 这些是作为嫁妆 所使用的床 梳妆台 椅子等 将花砖迁入的豪华家具 这个叫做媳妇椅 没有靠背 坐的地方贴着花砖 据说 椅子上的花砖 是为了让媳妇 在冬天 仍能打起精神工作 因为冬天很冷 瓷砖很冰 难以久坐 这样 媳妇就不会偷懒了 看了各式各样的花砖 大致可以分为六个种类 花 水果 动物 几何图样 组合样式 由日本和欧洲所引进的花砖 一 花 富贵的牡丹 高贵的菊花 长寿的藤蔓 象征百年好合的百合 百合 意味着圣洁自持 高贵优雅 豪门巨富 如富贵人家 也是祈愿荣华之下 才得兼具 百事如意 菊花 在台湾和日本都非常受到欢迎 在台湾 菊花 除了高贵的意思之外 还象征着长寿 另外 在日本 菊花 更是象征着皇室 二 水果 桃子 长寿 石榴和葡萄 多子多孙 凤梨 生意旺旺来 特别是 象征多子多孙的石榴和葡萄 不老长寿的桃子 平平安安的苹果 多福气的佛首干 生意兴隆的黄金万两 以上五种要素 所融合在一起的花砖 在中华文化圈 更是受到大家的欢迎 三 动物 鹤 象征长寿 象征着崇高地位的麒麟 这类的灵兽 也能在花砖上看到 蝙蝠和蝴蝶 则是福气的象征 蝙蝠和蝴蝶 用中文来说 因为因似福气的福 所以有着幸福 好运的意思 鲸鱼则代表金玉满堂 意思是 黄金和珠宝这类的贵重宝物 填满家中 非常富有 四 几何图样 几何图样是最为常见 运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样式 几何图样 由各种直线 曲线 圆形 三角形 方形 菱形所构成 用花卉融入几何 连续性的图案设计 适合大面积的铺设 达到整体的美感 五 组合样式 四片花砖 可以组合成一个图案 四片组成连续性图案 有象星和象外式排列 六 由日本和欧洲所引进的花砖 日本仿照英国维多利亚样式 将花砖外销到全世界 受到台湾富贵家庭的喜爱 进而大量使用在建筑上 日本设计本土特色的花砖也有很多 例如 赫 茅头鹰 富士山等等 欧洲是花砖的起源地 但因地理位置偏远 台湾只有少量使用 例如 台北故事馆 和台北宾馆的壁炉 就是采用欧洲花砖 有些家族在南洋经商 致富后 因地缘关系 在南洋购买欧洲花砖 装点台湾的门宅 花砖样式的文创商品 为了保存台湾的花砖文化 并创造新的价值 而制造了复刻版的花砖 另外 吸水杯垫 纸胶带 磁铁 随身镜子 等花砖样式周边商品 皆有贩售 现在 有几个值得推荐的地方 可以看到这些美丽的花砖 台湾 台北 台北宾馆 新北市 三重鲜色宫 嘉义 花砖博物馆 日本 京都 西镇咖啡厅 船岗温泉 南米讲 你是不是对台湾花砖文化 有更多的了解呢 是的 谢谢你帮我做这么多的介绍 我还是第一次知道 台湾就像美丽的传统工艺 真的学会好多 一百年前所流行的设计到现在还是很漂亮 是吧 有机会 让我们在一起发掘更多台湾的美好事物吧 好呀 好呀